11點熱炒店最搞錯 不嗆不辣不上桌 厲害了 真的啊 久別重逢 看到你真的很開心 我對你真的朝思暮想 你不需要講得這麼肉麻 真的 我不記得 我的人就是直話直說 我這個人一生當中最大的問題 就是不懂得掩飾自己的情感 你都不知道 我這兩個月在家裡 我做夢都會夢到你的笑聲 真的 都在我的腦海裡 真的挥之不去 我想你想到 我看著我老婆叫Melody 你是不是太誇張了 你每次都要這樣子贏我 好了 今天這一集我們火力全開 今天這一集我們要先跟大家講 就是說這個 之前有個Google的資料專家 他的名字很長 我現在要念囉 但是Anyway也不是很重要 Seth David Vitz 這個是哪一國人 如果按照這種英文名字的話 猶太人 你怎麼不知道 猶太人 因為David Vitz 一定就是猶太人 OMGA 長知識了 而且會叫Seth 也是猶太人 然後他其實中間還有一個 第二個名字叫 Seth Stevens David Vitz 這種就是猶太名字 他曾經出過一本書叫做 數據 他這個跟數據有很大的關係 他就是收藏了很多Google上面 搜索出來的數據跟結果 他發現說這個兩性關係 跟婚姻戀愛的現象 有很多新的起發 關於性 他有很多驚人的發現 這位叫做Seth什麼 David Vitz David Vitz 他在書裡面表示 這個無性婚姻的問題 這個比不性婚姻 因為我們Google會搜尋 很多人會搜尋關鍵字對不對 無性婚姻 硬是比不性婚姻 還要高出3.5倍的搜尋 我跟妳講無性婚姻 聽起來就是很恐怖 甚至比什麼呢 因為有一陣子 不是大家一直在熱烈討論 婚姻關係 但是卻沒有愛 愛無能 對 他比無愛婚姻 這麼熱門的字眼 還要多出足足8倍 我的天啊 所以表示無性婚姻 或者新生活不協調這個事情 已經方方面面的影響到很多 夫妻 很多情侶 他們的互動關係 對 尤其這一次 我們大家不是在家裡嗎 卡了三個月 所以我發現有兩派人 兩派的夫妻 一種就是很幸福的 一種就是不幸福的 所以這個結果就是 either你就變 因為你會發現說 你的婚姻到底 它的真實面向是什麼 沒錯 透過這個疫情 等於在考驗彼此的關係 它真正是屬於哪一種性質 對 我是不一樣 我是透過這個疫情 我發現我沒有老婆活不下去 真的 對 我相信 因為你依賴性很重 對 你怎麼講得我好像 很麻煩 像孩子 你自己不曉得 人都是反老還童嗎 好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我們現場的來賓們 來 一一介紹一下 歡迎班傑 還有她漂亮的太太Sendy 這個第一次來上我們節目 Sendy第一次了 沒錯 然後還有這個小哈 還有萱萱 還有若琪跟Sendy 來 歡迎 我們左手邊兩位專家 好 你怎麼會坐在這裡 為什麼 你怎麼會幹嘛 我這方面很行 真的嗎 子龍 他非常有代表性 子龍是哪一國人 義大利 義大利人 義大利不得了 人家說 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詞嗎 有 有 真的有 像一個表演 對 所以義大利人來講 性相關的話題最有代表性 對 因為他們一出生 那個DNA裡面就寫的 子龍有很多知識要跟我們分享 好 當然談論性話題 一定不能缺少這個人 缺少這個人 這一集就不要錄了 對 我們的藍芳博士 哈囉 大家好 博士 好久不見 對 今天我們要先來討論就是說 我們現場的來賓夫妻們 你們對性生活 床室有哪一些困擾 我們第一組就先從班傑跟CINDY 我們先看一下你們的 性事的基本狀況 結婚兩年 心路歷程 原本熱戀期間是一週一次 目前一週一次 那OK 因為我們本來的關係 沒有建立在性愛上面 那建立在 有意 沒有就是價值觀 覺得說這三觀我們兩個是很合的 然後其實一開始 我跟CINDY在約會的時候 我是在一個尋找 就是適合到夥伴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約會的對象很多個 我們等於就是每一個約會 就是一個講話的一個 比較長的一個交談 可能就是咖啡廳 可能是一個電影在聊劇情 可能是什麼什麼 然後其實沒有頻率見面沒有很多 所以等於我們認識了彼此之後 才開始交往 所以你們是典型的先有愛 後有性 對 我覺得我們節奏抓得很好 本來就是應該這樣子 可是有一個問題 怎麼確認 Soul這個靈魂部分是 配合的 CINDY你要怎麼確認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才用時間去確認 我們認識了一年才在一起 多久以後那個的 其實 我一開始是認為 他不喜歡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 怎麼說這就是困擾了 怎麼了 我會緊張 他什麼地方讓你覺得他不喜歡 這件事 他會閃 對 他從第一次要比如說 接吻他就閃 然後我想說他可能不喜歡我 但是下一次約還是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那是奇怪 後來又要接吻 OK 讓我瞇一下 但是如果要下一個動作 比如說瞇第二下就閃 我說幹嘛 他可能上廁所幹嘛 所以他永遠都會閃 我就想說 什麼不是 人家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人家叫做接吻 女生會害羞 連接吻他都會閃 對 害羞 所以其實要發生關係 是非常困難 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是太喜歡 這個要我 如果三次不能得逞 我就放棄了 我就會這樣 這個女的 這個女的可能就是只是想 班傑不是你 OK 後來呢 後來發現其實他需要的是一個 非常清楚的溝通 就是你要有什麼動作 你要跟他講 他才會 事先講怎麼弄啊 沒有 對啊 我也 嘿 我現在要接吻了 我要給你吻 準備好了沒有 我現在要來囉 對啊 這樣實話 我第一次在電影院 手牽手的時候 他也是發冷戰一下 他也是嗚 就是他的身體會有一個 有一個渠動 你知道嗎 這有可能是因為他太喜歡你了 太愛了 就是會害羞 害羞 害羞的心情 然後 他現在就是你老婆 他臉還會紅 對 對 他到現在還是有 就是 你真的被你老公當金城武 金城武 寵愛 雖然班傑很帥 對 他是帥哥 可是這樣子的話 應該是很容易就是會很喜歡 那怎麼會有困擾呢 來 我們看一下板子 看他們的困擾是什麼 到底班傑跟CINDY 他們在新生活上面的困擾是什麼呢 困擾就在這裡了 這個癢是那種癢嗎 不是 就是 哪一種 想癢的癢 他這個癢會閃的那種 他是非常怕癢 我本來不知道 所以比如說我要摸個大腿 他就 會有一個 然後有一個閃的聲音 他會變火車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變火車 就是 這是幹嘛的 我好像火車 對 他連碰我的手臂 我都會覺得很癢 就被電到了 我就會一直笑 會一直笑到 這很難 很難進行 對 就會需要很多的時間 那怎麼辦 那班傑妳 培養好情緒喔 CINDY 我好愛妳喔 一摸就 對 過高 我一開始很多招 我想說OK 關醉看看 喝酒 對不對 喝酒應該可以把敏感成 證如降低嘛 對 那敏感程度降低 好像一開始可以 什麼傑吻摸手臂就OK 但是一摸到大腿 還是一樣 所以他的弱點在大腿 就是往下走 越往下他越癢 對 我跟你講 他這樣子就進行不下去了 因為一往下就笑成這樣子 會滿掃興的 而且男生會緊張 會覺得說妳是在笑我嗎 還是怎麼樣 我們就有一個磨合期 我就跟他說 寶貝妳不能這樣子喔 就是妳要告訴我說 妳要做這個之前 妳要什麼時候做 那怎麼辦 我要摸妳的手囉 小心喔 我要直探妳的大腿內側囉 所以我們每次要做的時候 我們會先就是 預約一個日期跟時間 對 對 像讓我的大腦就是有可以 有時間去處理一下 然後到床上了 就很自然的 會不會更緊張 不會 就完全不會了 這個就很有效 所以我們後天晚上要那個囉 怎麼像門診 我準備好了 對啊 對 像洗好澡囉 上好廁所囉 什麼什麼全部都是 預約不可止啦 我到現在都還在預約耶 是嗎 那你預約到了嗎 以前剛開始 他這樣子一直笑個不停 你也沒辦法處理的時候 你這樣子會怎麼樣 讓你很沒有興趣 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 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進行 那一個是溝通 那跟比如說 我要摸妳的大腿 但是我可能會是用 比較溫柔的聲音 我先摸妳的大腿喔 我要去進行下一個什麼動作囉 人帥真好 人醜性照老 真的好啊 我來講 小花妳講 讓開妳講 我要摸妳的大腿囉 我要摸妳的大腿囉 對啊 為什麼他講就OK 很浪漫 對啊 奇怪 為什麼他有一種 牛柏王的感覺 要抓去做丫鬟 豬八戒娶媳婦啊 那個聲音是一種貼心 那如果我講 那我要摸妳的大腿囉 她會說 趕快打電話給妳起潮 不會暴擊 這樣變猥褻了啦 對啊 所以後來困擾到怎麼樣 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因為要預約 然後就是要收有的SOP 要慢慢講給他心理準備 就變成這件事情 沒有那麼常發生 你還會搞到做春夢喔 對 因為有的時候真的 可能我的能量 因為我練氣功 我的能量太多了 然後欲求 欲求得不到滿足 所以我就開始有一些 奇怪的春夢 而且春夢不一定跟性有關係 對 你夢到什麼 我夢到 有一個棒球選手把我拿起來 我是棒球棍 然後有個投手丟一個球過來 那個棒球選手拿我去打那個球 結果 你變成球棒了 我是球棒 他拿你打球 對 棒球選手把我拿起來 然後有投手現在丟球過來 然後我這個球棒就是跟這個球 打在一起的時候 有巨大的震動 然後你爆炸了 然後我就 BANG BANG 好猛喔 我突然行過來 我那個褲子就濕了 下面也爆炸了 又爆炸了 對 他已經發抑到 他自己變成一個棒了 對 你真棒 不是 好 藍茫博士幫我們解釋一下 這種會夢到自己變球棒 這個按照佛洛伊德的學說來講 所以佛洛伊德是沒有什麼關係 他們剛剛那個狀況有幾個可以講 第一個就是因為 會做春夢跟孟姨的現象 孟姨的現象的確是因為累積太久了 身體會自己幫我們身體排出去 自動排除 會排出去 自動清那個 真的是太久沒有出來 所以自己身體會排出 可是有些人如果沒有辦法 自己排出的話 他就會高丸腸痛 他會去看醫生 那醫生就會說 那你去廁所處理一下就會好了 然後再來呢 就是其實預約性愛沒有不好 那他的當然 他唯一的缺點就是會比較沒有浪漫 但是因為剛剛Cindy有講到他就是 其實我發現他是一個需要信任 跟他是一個很沒有安全感 然後因為可能缺乏經驗 所以對性愛這方面沒有經驗 所以他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像怕癢這件事情呢 怕癢這件事情是我們大腦的防禦的機制 對 所以其實下次也許你在怕癢的時候 有一個方式你可以試試看 當他手過來的時候 你把你的手放在他的手上面 你就不會癢了 那有很多女生 甚至是結了婚的婦女 他都會覺得他對性這方面 害羞 對 害羞 不夠自信 那可以怎麼 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就是 第一個就是華人我們的性觀念要開放一點 就是其實性對我們來說 其實跟食慾一樣 他的慾望就是正常的 那其實像剛剛班傑有講說 很多人老了好像沒有 現在一週一次可以維持 其實那個也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老了其實還是會有 像最近新聞不是很多說 老了去打那個疫苗 打到性功能恢復嗎 其實沒有 那個功能恢復的前面都會加兩個字 叫做 異常 異常國情的異常 所以你是異常的 欸 我因為我是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聲音 因為我是見證者 不是 我講給你現在講給你聽 為什麼是疫苗之後 尤其是打AZ AZ不是有一個很有名的副作用嗎 就是 當那個血栓 看你流到哪邊 它就會塞哪邊 那陰莖勃起有兩個 一個是動脈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靜脈的問題 當你的靜脈有血栓 或動脈有血栓也會勃起 我自己猜想 有可能是因為你之前壓力都太大 在壓力大的時候其實很少 加上年紀的關係 本來陳柏的機會就會下降 那因為你打完疫苗會很累 那很放鬆的狀況 放鬆了 你放鬆了 其實陳柏也會找你了 我的好朋友張維中 他打完以後 他那個 他連三天 他連三天 三天什麼 後來醫生跟他說 你那裡要截肢 連三天 那個就是會血栓吧 衝血 然後血一直進不去 那個會壞死 那就是血栓啊 他後來那一整根是黑的 對啊 就是你幹嘛要講人家 真的 真的 玉琳哥你有看到喔 你不要在那邊 你把它黑了 但是勃起超過四個小時以上 如果沒有去就醫 真的會變黑的 好 那如果性身我沒有很自信的話 該怎麼辦 那其實講到預約性愛 我覺得滿好 就是讓這些需要安全感或信任的人 剛剛有 班傑講到一個滿重要的 就是溝通 會讓他要讓他知道說 整個流程有可能會怎麼樣進行 因為有些人會希望先嘴巴 希望先怎麼樣 讓他先帶來知道 不要突然 我後來發現突然而來 有時候是考驗對方 因為每個人的身心狀況 那個時刻你不見得能掌握 那你突然就要來就來 而且男生 他要的時候你不給他 他起屁面 那不如你先跟他定個時間 然後他自己回去推算 時候快到了 我覺得除非是兩個人的個性 都適合那種 突然就可以了 就可以突然 年輕的時候可以 我們現在 女生要準備 男生更要準備 你起碼要給我們兩個鐘頭 他就幾次要 我只會暗示 人家都很年輕 我們來問一下CINDY CINDY有什麼招數 CINDY本身是瑜伽老師 對不對 皮拉提斯 就是提拉米蘇對不對 提拉提斯 這是提拉提斯 那你要帶來的 五尾熊運動 五尾熊運動 這是可以助性 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 就是凱格爾運動 對 CINDY運動 也是凱格爾運動的一種 沒錯 來 已經電子幫我準備好了 OK 好 所以就是大家想像一下 就是五尾熊 五尾熊是怎麼爬 爬一棵樹 五尾熊喔 對 所以就是我最喜歡的姿勢呢 其實就是 就是人在這裡 然後我的腳呢 就是勾在他的後面這邊 對 然後這個姿勢呢 在這裡喔 我的骨盆底肌 還有我的核心 都要用力夾著 用力夾著這樣子 然後就是 可以讓它感覺就是 緊緊的 下面是緊緊的 下面緊緊的 對 然後再用骨盆就是前後 這樣上下這樣子 對 然後我自己也會覺得舒服 身長你小心一點晚上 他已經準備好了 可以試試看 對 要讓他睡滿18個小時 對 然後前後運動 對 就上下這樣運動 然後就是也是可以 肚子這邊核心會感覺到 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對 然後就很有效 對我自己也是 很放鬆的一個方式 厲害 大腿的兩側 就是在夾那個男生的骨盆 對 有一個壓力往內縮 所以你也要坐在地上 是這個意思嗎 比如說我站起來 你們兩個能不能示範一下 兩個人沒有畫面 就是躺在床上 還是坐在床上 坐在床上 坐跟站都可以 那你就站著試看看 不然搞半天 我不知道你們在幹嘛 兩個坐在一起 然後我跳起來 對 來 一 二 三 這樣子 漂亮 這就是火車變刀 他就是一個五尾熊 火車變刀 對啊 其實我手都不用 他是大腿在夾 他夾你 對 他夾我 我夾他 你的大腿很有力 我夾你 因為透過他這個大腿的直撐點 他的骨盆就可以有所扭動 趕快 我在報名上 可以 我要夾你 可以 其實這個運動 請問這樣被夾一次要多少錢 那個大腿也要出力 大腿這個要練 我覺得這個運動很推薦 因為男生其實站著不用動 在女生夾的時候 男生的這邊骨盆腔 其實是會被按摩到放鬆的 男生這邊是需要放鬆的 那女生在夾的時候 其實女生的骨盆底肌 如果是沖血的狀態 是會增加性欲的 那加上這邊的肌肉 如果是緊的話 其實女生的鷹刀 在男生鷹睛放進去的時候 它是可以自主地夾緊 那這個動作 可是在我們如果 還沒有練得很好的時候 你還不能 你還沒有辦法 真的這樣子夾得這麼緊 然後還要這樣子動的時候 那你在家裡可以做 就是女生自己 坐在床上 對 在床上或是在家 可以做什麼樣的運動 來練這樣子的肌肉 有 有很多運動 其實有很多運動 對